嘿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呢我要做一个新系列的视频 就是专柜粉底和平价粉底的对比 看了标题的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今天要对比的是 雅诗兰黛的白金粉底液 和最近Excel新出了一个精华粉底液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 日文的话就是精华粉底 这样子一个名称 它们两个价格呢难道差了五倍 这个雅诗兰黛白金粉底呢 我是大概640元左右买的是在免税店买的 然后这个Excel最近是在药妆店买的 它大概核算下来人民币应该是124块 所以这个差了五倍之多的粉底 它们的效果是不是有差那么多呢 跟着我的视频看下去吧 嗨我的视频开始了 我今天是想要做一个半脸的对比 这边的脸是用雅诗兰黛 这边是用Excel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素颜状况下的一个肤矿 其实也不能完全算素颜 因为我今天组了那个伊利斯尔白天的乳液 那个是自带隔离效果的 但是它好像应该是透明的吧 没有什么特别提亮的感觉 这边是左边的脸 它脸颊上面会有一点点红红的点啊什么的 然后眼皮肤并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光滑 然后这是右边的脸 然后周边的脸这边会有一点点就是出出来的红色的疹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两边的黑眼圈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然后这一块还可以吧 这个红疹子不是特别的严重 好那我现在开始涂了 首先这个雅诗兰黛 其实我之前不是有做过测评吗 它的流动性并没有很强 它一蹦的话就是可能只能用半张脸 所以我现在直接就涂在脸上吧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我目前的肤质应该是属于混干 因为夏天快到了 对我为什么要说快到了呢 我们这边最近就是天气不太好 你们也知道九州暴雨嘛 然后东京这边也是会有影响到的 我用的粉扑是这个是我最近买的 我可能在这个七月购物品分享里面有分享给你们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在这个视频之前还是之后 所以我现在还跟你们说一下 我蛮喜欢用它的 因为有了它之后 我觉得我就不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洗这个彩妆蛋了 这款亚诗兰黛的粉底液啊 就是我感觉我在冬天买它嘛 但是我说据实话 就是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适合我肤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我感觉 嗯 没有那么好用欸 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么那么好用 好我这边半边脸涂完了 然后 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 我买的是ST03号 如果你们免税买的话 应该会更便宜一点 可能便宜个十几块钱吧 然后它的流动性也不是很好 但是好像比亚诗兰黛好一点点 可能比较清爽吧看起来 其实为什么要想拿它来就是做对比呢 是因为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就觉得好像效果还不错 然后我就想到了 我那个亚诗兰黛那个六百多块的 就想说可以做一个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们的差异 可能颜色会有点不一样 但哎没办法了今天为了做测试嘛 然后今天我不会再涂其他的蜜粉啊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腮红啊什么的高光 我都不涂我都涂了眼影 然后待会就要出门了 好这边也涂好了 我们看一下两边上妆之后的一个对比吧 我个人感觉XL这一面呢 好像是光泽性比较强一点 涂抹在皮肤上面那个均匀度和贴合度 都非常非常的棒 OK我现在因为要看细节部分 然后我刚觉得有点曝光过度了 我先把曝光往后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的遮盖程度大概应该是五成左右吧 像这里的疹子和我这边的黑眼圈 并没有说完全能够遮盖掉 最多可能最多就遮盖掉一半吧 然后鼻翼这边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贴 没有觉得好像那种妆感很浓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亚诗兰黛 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光泽性的那种粉底 但是呢我这边肉眼能看得到的是说 它其实有点上妆不是很均匀 附近的部分你们可以看这边的对比 和这边的对比 这边小枕子啊然后什么也是跟刚才一样 就是没有说百分之百能遮掉啦 就可能五十到七十吧 遮盖力可能会比刚才XL好一点点 我们从这个黑眼圈的程度来看的话 好像XL的遮瑕力会再好一丢丢 我不是说没有涂上去哦 你们看我其实是有涂在上面的 我这边有涂在上面 但是这样子看的话就会觉得这边黑眼圈好像会深一点点 怎么办我觉得XL带子好像在一开始就有点弱掉了 但是粉底呢还是要看一个后续的情况 毕竟它是一个需要时间去证明的东西 然后我看一下现在时间 1点46分 我会继续跟踪到晚上 我今天会出门 然后可能会下雨 就应该不太会冒汗吧 然后我会继续跟踪下去的 继续看我后续的报道吧 现在是 哎好亮哦 调一下报告 现在是快五点了 快五点了 现在应该算三个小时吧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状况 这边是XL的 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暗沉 但是这边有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感觉差不多吧 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大的那个区别 然后细节部分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服装 对 然后这个的话它保持原来的状态 就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很贴 然后眼睛这一块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好 那我就继续观察咯 现在是上妆之后的第九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边脸的对比吧 细节上来讲 我感觉这个妆面应该也差不多都掉完了 然后就是雅诗兰黛的这块 我觉得斑驳的还蛮厉害的 你们看到没有 对吧 然后这里呢是XL的 好像就是有点粗糟 但是没有很斑驳 遮瑕的地方XL本来是比较好的 但是 现在也跟雅诗兰黛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粉底 在没有任何的散粉啊 或固定的情况下 基本上它是维持不到9个小时的 虽然它们相差了5倍的价格 但是 妆效其实是差不多 甚至而言 XL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雅诗兰黛的斑驳感会比较强烈 嗯 想想有点接受不了这种事实啊 但是我今天测评下来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那好我今天测评就到这边了 然后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 跟什么的对比的话 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 那先这样啦 拜拜